今天带大家来龙屋村找找树木甲 今天因为刚好在这边出差 所以看了一个场地 聊了几句 顺便就过来转一下 树木甲是国家的保护洞 然后在野外种群也受到农药 这些人会活动的一些影响 所以数量其实并不多见 尤其在杭州 所以建议在野外看到的话 还是以往后为主 尽量不要去干扰他们 或者把他们带走 还是建议非必要 还是不要采集 在野外观察为主 特别喜欢呢 又不受保护 可以带个一两个 但不要过度的采集 过度采集 非必要的这些厨子 尽量不要去 这边环境非常的好 应该是杭州最顶级的这个敲甲的活动的升劲 然后这边树木甲密度也比较大 可以经常可以看见 树木甲非常漂亮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偶遇到 可能有点过季 我们沿着小路走走吧 一般在竹林跟原生的这个环境交界的地方比较多 有时候我会沿着路沟走走 它会掉在路沟里 因为说不假 它不会飞 所以基本掉进了路沟就出不来了 这里各种小昆虫特别多 哇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好 杭州应该说少有这样的环境 但是地点我不方便公布 只能说是在龙屋吧 这个感觉跟在台湾很像 植被都非常的好 好 下面就开始刷钩了 会看这些路沟 这一段应该是不会有的 已经原始的植被已经被砍伐 种上了银葱花 再往前面一段应该会好一点 啊这种这么顶级的深境 福建应该会有一些 但杭州还真的是 比较少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些大的桥木还有茶田 很像武夷山啊 找找看 树木甲就在这些沟里面 它因为不会飞掉进去就出不来 这些沟里面会积攒一些树木甲 要过了这堆银葱花 这里很美 下面这些翘斗棵植物 上面会有一些敲 会有恐怖子 太美了 我们继续找找吧 就找这些路沟 一般来讲就会有比较大的收获 今天有点晚了 其实清晨会比较好 一大早 树木甲一大早会比较多 怎么有种在摩托的错觉 看到了 看到了 在这看到了吗 快试试一下 跑得太快了 一掉到沟里其实不太好 这些鱼都藏出来了 好棒 这些可爱的树木甲都藏出来了 快快快快快 走了走了 没把牌 不动了 再一次 再一次 啊 真快 这也太快了 这也太快了 好 这里有苍蝇 附近可能有尸体 跑远了 继续找了 哎 一个敲架 这是小黑鸥 这个小黑鸥 还是早 看看有个瘦部下 不要那么活跃 开始着像样的生态罩 太阳渐渐的下山 好像还有一点瘦 不能在这边逗留太久 随便再带大家看一看 打道回府 今天主要是带大家看树 这东西不能带走 但看看还是挺有意思 又一极 这枝非常明显 还是挺明显的 颜色太暖了 一动不动了 它躲在那边不动的话是很难发现的 要不我首先抓起来看仔细再放过去 真的抓呀 好抓起来了 大家能够看到这个树部甲颜色非常漂亮 腹部呢是一个日落色到绿色的一个渐变 伴随着一条条的这个性感的这个质感 小颗粒啊 然后胸阔这一块呢主要是蓝色 现在颜色比较光线比较暗 可能颜色没有显现出来 其实是非常漂亮的颜色 是零下会跑动的宝石 肚子是基本上是黑色 感受一下 很漂亮啊非常漂亮 给它放回去了啊 不折磨你了 呜 跑了 看看这个速度 没影啊 好 陆地巡洋剑另一种布甲 也是很好看的 这个不保护 我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哎呀臭得要死 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 有没有玩布甲比较专业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 好 好 继续走 好 哎 一直死掉的忙了 有的吸尽管 啊 也是受到路沟迫害的品种 继续往前 大家看 一个布甲躲在 哎 跑掉了 它躲在落叶下面 另一个这种布甲 又不见了 找不到了 哦 好多这种布甲 啊 结束了为期 40分钟的采集吧 好 打刀回府 也没采集吧 只要给大家拍一下寿步甲 然后了解一下寿步甲的深境 因为这玩意儿保护 虽然很漂亮 但是也不能采集啊 就在野外观察一下就不错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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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